天天读圣经,让你生活大有信心 邀请你和我一起加入Bible Race 两年的时间,读完一遍圣经 我相信,神的祝福提升你的生命不再一样 路加福音第七章 耶稣对百姓讲完了这一切的话 就进了加百农 有一个百夫长所宝贵的仆人 害病快要死了 百夫长封闻耶稣的事 就托犹太人的几个长老 去求耶稣来救他的仆人 他们到了耶稣那里 就窃窃地求他说 你给他行这事,是他所配得的 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 给我们建造会堂 耶稣就和他们同去,离那家不远 百夫长托几个朋友去见耶稣 对他说,主啊,不要劳动 以你到我手下,我不敢当 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 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 因为我在人的泉下,也有兵在我以下 对这个说,去,他就去 对那个说,来,他就来 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 他就去做 耶稣听见这话,就吸气他 转身对跟随的众人说 我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 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 那拖来的人回到百夫长家里 看见仆人已经好了 过了不多时,耶稣往一座城去 这城名叫拿因 他的门徒和极多的人与他同行 将进城门,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 这人是他母亲独生的儿子 他母亲又是寡妇 有城里的许多人同着寡妇送病 主看见那寡妇,就怜悯他 对他说,不要哭 于是进前按着杠 台的人就站住了 耶稣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 那死人就坐起,并且说话 耶稣便把他交给他母亲 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说 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 又说,神眷顾了他的百姓 他这世的风声就传遍了犹太和周围地方 约翰的门徒把这些事都告诉约翰 他便叫了两个门徒来 打发他们到主那里去 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 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 那两个人来到耶稣那里 说,施洗的约翰打发我们来问你 那将要来的是你吗? 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 正当那时候,耶稣治好了许多有疾病的 受灾患的,被恶鬼附着的 又开恩叫好些瞎子能看见 耶稣回答说 你们去把所看见,所听见的事告诉约翰 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 长大麻风的捷径 龙子听见,死人复活 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 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 约翰所拆来的人寄走了 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说 你们从前出去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 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 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 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 那穿华丽衣服,艳乐度日的人是在王宫里 你们出去究竟是要看什么? 要看先知吗? 我告诉你们,是的 他比先知大多了 经上记者说 我要拆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 所说的就是这个人 我告诉你们 凡夫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约翰的 然而,神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 众百姓和税吏旅既受过约翰的喜 听见这话,就以神为义 但法利赛人和律法师没有受过约翰的喜 竟为自己废弃了神的旨意 主又说 这样,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的人呢? 他们好像什么呢? 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 彼此呼叫说 我们向你们吹笛 你们不跳舞 我们向你们举哀 你们不啼哭 施洗的约翰来 不吃饼,不喝酒 你们说他是被鬼附着的 人子来,也吃也喝 你们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 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 但智慧之子 都以智慧为是 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 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 那城里有一个女人 是个罪人 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 就拿着橙香膏的玉瓶 站在耶稣背后 挨着她的脚哭 眼泪湿了耶稣的脚 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 又用嘴连连亲她的脚 把香膏抹上 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 心里说 这人若是先知 必知道摸她的是谁 是个怎样的女人 乃是个罪人 耶稣对她说 西门 我有句话要对你说 西门说 夫子请说 耶稣说 一个债主 有两个人欠他的债 一个欠五十两银子 一个欠五两银子 因为他们无力偿还 债主就开恩免了 他们两个人的债 这两个人 哪一个更爱她呢 西门回答说 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 耶稣说 你断得不错 于是转过来向着那女人 便对西门说 你看见这女人吗 我进了你的家 你没有给我水洗脚 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 用头发擦干 你没有与我亲嘴 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 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 你没有用油磨我的头 但这女人用香膏磨我的脚 所以我告诉你 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 因为她的爱多 但那赦免少的 她的爱就少 于是对那女人说 你的罪赦免了 同袭的人心里说 这是什么人 竟赦免人的罪呢 耶稣对那女人说 你的信救了你 平平安安地回去吧 路加福音第八章 过了不多日 耶稣周游各城 各乡传道 宣讲神国的福音 和她同去的有十二个门徒 还有被恶鬼所赋 被疾病所累 已经治好的有几个妇女 内中有称为摩达拉的玛利亚 曾有七个鬼从她身上赶出来 又有希律的家仔 苦萨的妻子约亚拿 并苏撒拿和好些别的妇女 都是用自己的财物 供给耶稣和门徒 当许多人聚集 又有人从各城里 出来见耶稣的时候 耶稣就用比喻说 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 撒的时候 有落在路旁的 被人践踏 天上的飞鸟又来吃尽了 又落在磐石上的 一出来就枯干了 因为得不着滋润 有落在荆棘里的 荆棘一同生长 把它挤住了 又有落在豪土里的 生长起来 结石百倍 耶稣说了这些话 就大声说 有而可听的 就应当听 又有落在豪土里的 生长起来 结石百倍 耶稣说了这些话 就大声说 有而可听的 就应当听 门徒问耶稣说 这比喻是什么意思呢 他说 神果的奥秘 只叫你们知道 至于别人 就用比喻 叫他们看也看不见 听也听不明 这比喻乃是这样 种子就是神的道 那些在路旁的 就是人听了道 随后魔鬼来 从他们心里把道夺去 恐怕他们信了得救 那些在盘石上的 就是人听道 欢喜领受 但心中没有根 不过暂时相信 极致遇见试探就退后了 那落在荆棘里的 就是人听了道 走开以后 被今生的思虑 钱财 燕乐挤住了 便结不出 成熟的子力来 那落在豪土里的 就是人听了道 持守在诚实 善良的心里 并且忍耐着结石 没有人点灯 用器皿盖上 或放在床底下 乃是放在灯台上 叫进来的人看见亮光 因为掩藏的事 没有不显出来的 隐瞒的事 没有不露出来 被人知道的 所以你们应当小心 怎样听 因为凡有的 还要加给他 凡没有的 连他自以为有的 也要夺去 耶稣的母亲 和他弟兄来了 因为人多 不得到他跟前 有人告诉他说 你母亲和你弟兄 站在外边 要见你 耶稣回答说 听了神之道 而遵行的人 就是我的母亲 我的弟兄了 有一天 耶稣和门徒上了船 对门徒说 我们可以渡到湖那边去 他们就开了船 正行的时候 耶稣睡着了 湖上忽然起了暴风 船浆满了水 甚是危险 门徒来叫醒了他 说 夫子 夫子 我们丧命了 耶稣醒了 斥责那狂风大浪 风浪就止住了 平静了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 他们又惧怕又稀奇 彼此说 这到底是谁 他吩咐风和水 连风和水也听从他了 他们到了格拉森人的地方 就是加利利的对面 耶稣上了岸 就有城里一个被鬼附着的人 一面而来 这个人许久不穿衣服 不住房子 只住在坟营里 他见了耶稣 就俯伏在他面前 大声喊叫 说 至高神的儿子耶稣 我与你有什么相干 求你不要叫我受苦 是因耶稣曾吩咐乌鬼 从那人身上出来 原来这鬼屡次抓住他 他常被人看守 又被铁链和脚料捆锁 他竟把锁链争断 被鬼赶到旷野去 耶稣问他说 你名叫什么 他说 我名叫群 这是因为负着他的鬼多 鬼就央求耶稣 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里去 那里有一大群猪 在山上吃食 鬼央求耶稣 准他们进入猪里去 耶稣准了他们 鬼就从那人出来 进入猪里去 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 头在湖里淹死了 放猪的看见这事就逃跑了 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 众人出来要看是什么事 到了耶稣那里 看见鬼所离开的那人 坐在耶稣脚前 穿着衣服 心里明白过来 他们就害怕 看见这事的 便将被鬼附着的人 怎么得救告诉他们 格拉森四围的人 因为害怕得很 都求耶稣离开他们 耶稣就上船回去了 鬼所离开的那人 恳求和耶稣同在 耶稣却打发他回去 说 你回家去 传说神为你做了 何等大的事 他就去满城里传扬耶稣 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 耶稣回来的时候 众人迎接他 因为他们都等候他 有一个管会堂的 名叫雅鲁 来俯伏在耶稣脚前 求耶稣到他家里去 因他有一个独生女儿 约有十二岁 快要死了 耶稣去的时候 众人拥挤他 有一个女人 患了十二年的血漏 在医生手里 花尽了他一切养生的 并没有一人能医好他 他来到耶稣背后 摸他的衣裳碎子 血漏立刻就止住了 耶稣说 摸我的是谁 众人都不承认 彼得和同行的人都说 夫子 众人庸庸挤挤挤 紧靠着你 耶稣说 总有人摸我 因我觉得有能力 从我身上出去 那女人知道不能隐藏 就战战兢兢地 来伏伏在耶稣脚前 把摸他的缘故 和怎样立刻得好了 当着众人都说出来 耶稣对他说 女儿你的信救了你 平平安安地去吧 还说话的时候 有人从广汇堂的家里来 说 你的女儿死了 不要劳动夫子 耶稣听见就对他说 不要怕 只要信 你的女儿就必得救 耶稣到了他的家 除了彼得 约翰 雅各和女儿的父母 不许别人同他进去 众人都为这女儿 哀哭垂胸 耶稣说 不要哭 他不是死了 是睡着了 他们晓得女儿已经死了 就耻笑耶稣 耶稣拉着他的手 呼叫说 女儿 起来吧 他的灵魂便回来 他就立刻起来了 耶稣吩咐给他东西吃 他的父母惊奇得很 耶稣嘱咐他们 不要把所做的事告诉人 路加福音第七章和第八章 特别要看到主耶稣的怜悯 他的怜悯 他怎么去靠近人 他怎么去服事人 而第八章 你要看到耶稣基督的权柄 他的权柄怎么带来教导 他的权柄怎么带来医治 但是在他的权柄和教导的过程当中 我们怎么与耶稣基督一起来同工 首先我们要先来看第七章 第七章我们要看到 耶稣透过他的怜悯 靠近了六种人 第一节到第十节 耶稣怜悯 百夫长 而医治了他的仆人 第一节到第十节 你就看到 在整个百夫长与耶稣 这个对话的过程 所有的长老都说 这个百夫长配 他配的 但百夫长却说 我自己不敢当 因为他认识主耶稣的权能 他认为主耶稣不用来说 就能够得着医治了 所以耶稣就 他一方面称赞百夫长的信心 他也怜悯百夫长的仆人 看见他的爱心 所以主耶稣的怜悯和医治 就临到了这个仆人的身上 亲爱的家人 我们今天要晓得 这个是一个罗马人 百夫长是罗马人 他不是犹太人 犹太人与罗马人之间的 不但有冲突的 但这个百夫长的德行 信心和爱心 蒙耶稣所称赞 所以神的怜悯 就临到他 仁子就要去服侍他 但这个人认识权柄 所以他就说不用 仁子耶稣 你说就可以了 所以亲爱的家人 我们今天第一件事 就是说主你怜悯 怜悯到我 但是在这个怜悯的当中 看见我对你的信心 所以我们不是一直求说 主啊怜悯我 我们是个可怜宠 你来怜悯我们 主的怜悯 是怜悯到那些 以信心来回应到他的人 所以不管你的工作 不管你的家庭 你的家人 正遇到什么难处和挑战 你真的可以向神说 主凭着信心 我向你要 照你的大怜悯 临到我的身上 第二个 十一节到十七节 主耶稣怜悯那个 寡妇的儿子死掉 一个是跟随着耶稣 欢乐快乐的一个团队 结果在拿银城 遇到了一个送葬的团队 亲爱的家人 这是路加独有的记载 这是路加独有的记载 因为路加看到了耶稣的爱 看到了耶稣的怜悯 所以当耶稣看到这个 拿银城的寡妇 她没有丈夫 她又失去了她的独子 所以耶稣就对这个寡妇 说安慰的话 主动靠近这个棺木 对这个死掉的少年人说 我吩咐你 起来 她就起来了 改变死亡 生命遇到死亡 生命就把死亡给吞灭了 本来一个相反的队伍 生命快乐的一个队伍 遇到死亡的队伍 在遇见的时候 死亡的队伍被改变了 成为一个生命的队伍 与生命同行 这样的家人 我们今天祷告第二件事 主你的怜悯也临到我 我们或许没有肉体的死亡 但很可能我们是心死了 我的魂死了 我的灵死了 我没有盼望了 很多人遭遇到一些 人生的难处 痛苦 已经没有办法听到安慰了 忧郁症 躁郁症 我连活下去的盼望都没有 我干脆自杀算了 你看她没有活下去的盼望 她却有自杀的勇敢 她没有面对事情的力量 但是她却敢跳楼 她却敢自杀 这都是撒但二者的欺骗 让你没有勇气去面对 你的生活 在耶稣的生命一到来 就可以把这个死亡的环境 完全的改变 所以亲爱的家人 我们今天向神怜悯 把这个怜悯也放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今天除了有大信心之外 我们也向神说 主我周围那些伤痛的人 我周围那些伤心的人 我周围那些在生活痛苦当中的人 主啊 我要把你的怜悯带给他们 我可以安慰他们 我可以鼓励他们 借着你的生命 进入到他们的家中 生命一进入到这个家中 这个家教完全的转变 第三件事情 第三个耶稣的怜悯 是怜悯到施洗约翰 当时施洗约翰在监狱的里面 耶稣你不来救我吗 你是那位要来的弥赛亚吗 施洗约翰竟然怀疑了 为他受洗的施洗约翰 现在竟然怀疑了 你竟然是弥赛亚 你怎么不来救我呢 你是弥赛亚 你怎么不来帮助我呢 耶稣就说把我医病赶鬼传讲福音的事 告诉施洗约翰 并且说一句话 凡不因他跌倒的就有福了 亲爱的家人 我们也求主把这个怜悯给我 我把这个怜悯给我们 有时候我们真的会因为主耶稣而跌倒 主你为什么不帮助我 你竟然是独一的真神 你帮助了他 帮助了他 医病赶鬼 使瞎眼看见瘸腿行走 你为什么不来帮助我 主你不公平 亲爱的家人 我们有时候真就这样 我不祷告了 我曾经近时祷告 我曾经好好的在神面前传福音 但是结果呢 我的困难 神没有祝福 算了 我不祷告了 我再也不信主了 我离开神了 我们要求神把怜悯 领到这样的人 你一定也有认识这样子的人 透过我们的关怀 透过我们的祷告 再把这个人 领到基督的面前 说主 求你让他得到祝福 不要因为你而跌倒了 走进到你的时间表 相信你的信心 所以耶稣 在二十八节就对门徒说 凡夫人所生的 没有一个大国约翰 就称赞他 他就是以利亚 但是在国度里面的比他还要再更大 是什么 凡被圣灵所内住的 三一神所内住的 我们的荣耀 我们与主的亲密关系 更大 阿们 我们是可以怜悯的 第四个 主耶稣要怜悯这个 没有反应的世代 主耶稣要怜悯这个冷漠的世代 我们今天传福音 很多人都不会想听啊 对不对 我们今天好像要邀人来聚会 供应餐食 邀请人吃饭 花时间关怀 这个人一点反应都没有 你不要担心这个 你跟神不断地求怜悯 有时候我们很容易在福音的工作上面放弃 你就要跟神祷告 把怜悯给我 因为当时的世代就是这样对耶稣的嘛 所以说约翰是被鬼附的 说耶稣是贪食好酒的人 耶稣吹敌他们不反应 耶稣举爱他们不反应 这个世代是没有反应的世代 主知道 但主要把那个怜悯临到这个世代 所以面对别人对于我们那种错误的反应 敌对的反应 耶稣只讲一句话 什么意思 一定要晓得我们是要回应基督 怜悯透过我们活出来 我怎么能够一直在回应神 我怎么能够来向神交账 至于人怎么看待我 没有关系的 因为晓慧之子都以智慧为师 第五种人跟第六种人是在一起的 主耶稣也去服侍那些 骄傲的法利塞人 西门请耶稣去吃饭不怀好意 但耶稣的怜悯也怜悯到他 总是给这样的罪人有机会 所以亲爱的家人 我们愿意给罪人有机会吗 明明知道他很骄傲 你也明明知道他对你不友善 你也知道他就是要找机会弄你 甚至是要来找机会 找你的把柄来挑衅你 耶稣说 耶稣仍然去这样的人的家里去吃饭 耶稣也是去靠近西门 再给西门有一次的机会 这样的家人 我们有时候不太有这种怜悯 这种人不得救最好 这种人家人下地狱 这种人他拒绝救恩 不管他了不管他了 等他又再说吧 等他遇到困难吧 主啊让他遇到困难吧 我们有时候我们的心很坏啊 求真正怜悯我们 神不是这样 神有他的时间表 神有他的作为 但是我们怎么去扶持这些 对基督信仰有敌对的人 能来求神的怜悯 领导他 第六种人就是指那个 有罪的女人 这个有罪的女人 高耶稣 记住 记住 这个事情是发生在加利利 不是发生在伯大尼 所以这个不是玛利亚 也不是那个摩达拉的玛利亚 不一样哦 这就是一个有罪的女人 她可能就是一个淫妇 她可能就是一个很糟糕的人 但是他高耶稣的 这个过程的当中 耶稣觉得他说 你的罪赦免了 这样的家人 这个怜悯不容易啊 有时候我们知道 这个人罪恶满盈 他的悔改 他的眼泪 是不是恶语的眼泪 他的悔改是真的吗 我们对这种 有时候人的悔改 我们不太容易相信的 但是耶稣在 第七章47节 讲了一个很关键的话 他许多的罪被赦免了 是因为他的怎么样 爱多 有时候我们就以为 我爱耶稣越多 所以我的罪就被赦免越多 那我就好好的爱耶稣 反正我的罪都会被赦免 不是意思 而是赦罪 不是因爱而得着 而是因为他的爱 是因为他被赦免了 所以他的爱就增加了 我们都是在年轻的时候 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面 我们有时候可能都犯了一些 很狗屁倒灶的一些的事情 我们真的犯了不少的罪啊 人语的罪 心思意念情感的罪 眼目的罪啊 我们耳朵爱听八卦 求神真的怜悯我们 但是一直靠近神的爱 越被神所爱到的人 有时候我们真的会经过到一个环境里面 就觉得 哎呀我的罪好多 我好糟糕 圣灵越光照 就越觉得 哎呀我生命里面好破破烂烂 坑坑巴巴的 你要感恩 这个机会的时候 你要把你的爱 焦点在耶稣的面前 在这个时刻 你就一直把你自己献给神 谢谢你爱我 我虽然可以却是秀美 把我的爱情焦点给你 我不再看我自己的软弱 不再看我自己的污秽 不再看我自己的败坏 我要看你对我的怜悯 我要看你对我的接纳 我要看你对我的慈爱 我要看你对我的牺牲 亲爱的家人 这六种人 让我们看见了神对人的 无限的怜悯 我们今天真的可以祷告说 主把这怜悯给我 让我有信心来回应你 让我可以借着生命 吞灭死亡 让我真的可以 一直把爱带到你的面前 我可以去接纳人 甚至我的生命被改变 我可以接纳有罪的人 我甚至可以接纳敌对你的人 而第八章呢 是讲到耶稣基督的权柄 他的教导有权柄 他的医治有权柄 他在赶足乌鬼的过程当中 有权柄 一到三节我们要先来看 耶稣走到各城各乡 就看到有一群 紧紧跟随主的妇人 在供应主跟供应教会 或许我们没有什么恩赐 但是你可以祷告说 主你帮助成为 那个一直在供应你的人 紧接着从第四节 一直到第五十六节 一共出现了几个耶稣 医病 赶鬼跟教导的比喻 每一件事情 你要看出来 都是对人的心的试验 第四节到第十五节 讲到杀种的比喻 我们很熟悉 那就关乎于 我们的心有哪四种心去回应 你是路旁的心 会有飞鸟来把道偷走的 你要知道 有时候我们一听完道 没多久 那个道就没了 环境一来 心思意念一来 疾病一来 闲惨的诱惑一来 道就没了 飞鸟就把你吃走了 石头心 荆棘挤满的心 还是豪土的心 这都是试验 主他的教导里面 也带出了他对人回应的期待 十六节到十八节 讲到灯 讲到光 主特别提醒我们 凡有的还要加给他 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 也要夺取 就发现主 我这个灯如果没有发亮的话 光如果没有在我的生命彰显 隐藏的事被暴露出来的时候 是带来一个羞耻 还是带来一个荣耀 都关乎在于我知不知道 末后有审判 另外 主耶稣的母亲和弟兄来访 耶稣也特别教导一件事 好好的去遵守他的道 就是他的家人 今天这几个关系的里面都是试验 关系的试验 生活的试验 新的试验 在这些试验的当中 我站立得住吗 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 讲到耶稣行神迹 平静风和浪 这是一个环境的试验 耶稣说去那里 耶稣去睡着了 耶稣在你的生活当中 你真的觉得耶稣像睡着一样 祷告都没回应啊 耶稣我们都要死了 你还在睡啊 但是当他一起来的时候 耶稣平静风和海 也责备他们的信心 亲爱的家人 你被试验的时候 你的回应是什么 主啊 我们要死了 主啊 你不顾我们了吗 主啊 你怎么不照顾我 主啊 你怎么不陪伴我 看到没有 第七章 耶稣的怜悯 临到施洗约翰 第八章 风和海的试验 你有没有想过 耶稣也透过生活当中的风浪 试验我们的心 透过关系来试验我们的心 透过啥种这个听道 你听道的回应 来试验我们的心 我们每一件事情 你的回应如何就非常的重要 二六节到第三十九节 讲到格拉森 格拉森我们在马太跟马可 我们都讲过 但路加福音有一个特别的记载 是强调这一个人 他怎么真的照着耶稣所说的话 在他的亲属当中 为主传扬何等大的事 这样的家人 我们今天的嘴巴 常常都说不出来何等大的事 我们会看到赶鬼这件事情 我们大部分第一个反应就是 哇 鬼怎么会跑到猪里面 哇 猪怎么会跑到悬崖里面 自杀而死 这个事情哇 好神奇哦 但是我们应该关注的就是 主对这个被鬼附的人 说什么样的话 回家去 传说神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 我们这句话我们有时候都忘了 我们知道鬼进入到了猪群 但我们没有听到原来我们要在我们的家庭 在我们的亲属当中去传讲耶稣 为我们行了何等大的事 这个人就照做了 所以鬼入猪群 这在末后的世代 我们可能都会发生到赶鬼的事情 我们可能会发生到一些 一直释放的事 我们会面对到教会传福音 一个大大得胜的事 但我们有没有加上这句的嘱咐 鼓励每个刚得救的人 鼓励每个刚受洗的弟兄姐妹 鼓励个刚到教会当中 经历到神迹奇事的弟兄姐妹 我们能够对他说回家去 对你的亲属 跟他们说 神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 今天你去上班 今天你听到这个信息 今天你跟你的同事朋友在一起 你问问自己 在我里面多久没有见证了 在我里面有多久没有经历到神的作为了 我能不能去跟人去诉说 神为我做了何等大的事 我不再诉说 五年前十年前 我要一直去诉说 这一阵子神在我生命当中 行作何等大的事 在我的婚姻 在我的健康 在我每日往返上班的路程 在我现在经历到一些的难处和挑战的时候 主耶稣为我行作何等大的事 让福音成为我们生活当中 说话的习惯 最后一段是关于一个十二岁的少女 跟一个十二年血漏的女人得着医治 耶稣在这个血漏的女人特别说 谁摸我摸我的是谁 耶稣就站住了 现场大家都在看热闹 也很紧张 不要再摸了 门徒也在问你怎么讲这种话 到处都有人在摸你 但耶稣就是要一直等 等到那个女人承认她自己所说的事 那耶稣所说的话很重要 女儿你的性救了你 平平安安的去吧 亲爱的家人 为什么耶稣知道有能力释放出去 还一定要等到这个女人 在众人的面前去讲她这件事 这女人可以安安静静的离开 她可以知道她自己得医治 但她躲不过 为什么 耶稣要让人是得着身心灵的平安 十二年的血漏 善尽一件的家产 她可能失去她的丈夫 因为她是不洁净的女人 失去婚姻 失去她儿女跟她的相处 她失去可以到圣殿里面去敬拜神 她失去她的人际关系 因为她不洁净 到哪里都不洁净 坐着也不洁净 摸到谁都不洁净 没有人要跟她在一起 但是耶稣说 女儿 所有人都拒绝你 但耶稣说 我接纳你 你是我的女儿 你进到我的家中了 这就是耶稣在乎阿爸父的心 今天我们在教会师父 我们非常高兴欢喜 有神迹歧视的发生 我们非常高兴欢喜 一个人的疾病 立刻得着医治 我们非常高兴欢喜 有一个重大的困难 这个人得着了恢复 我们能不能勇敢的对他说 儿子 女儿 你的性救了你 我们今天能不能说 你进到神的家中 你回到神的这个家中 你被主所接纳了 很多时 人得着医治了 离开了 人得着供应了 离开了 人得着恢复了 离开了 这个人疾病得医治了 这个人困难得解决了 这个人好像风暴解除了 但这个人没有进到神的家 所以耶稣在这件事情 说得很清楚 女儿 你的性救了 你平平安安的去吧 他可以回到 他的婚姻里面 他可以回到 他的亲属的关系里面 他可以回到圣殿里面 与神敬拜了 他被神接纳了 女儿 这两个字 多宝贵啊 亲爱的家人 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 我们羡慕神机 我们羡慕有神的大能 但我们更要羡慕的就是 在外面流离失所的人 进到神的家中 恢复了与阿爸夫之间 亲密的 儿女的关系 最后讲到埃鲁 埃鲁的女儿的复活 也强调一个人的信心 埃鲁是管会堂的 但是他谦卑 真的相信主 去回应他 当埃鲁在这路上的时候 已经被那个 血漏的妇人耽搁了 现在赶快让耶稣 结果有人对他说 不用请耶稣了 女儿已经死了 天子家人有时候 我们会遇到一些事情 让我们整个信心崩塌的时候 你整个盼望 立刻就瓦解了 甚至有人告诉你 就说 没有笑了 没有笑了 不用再想了 不用再想了 我们能不能听到耶稣说 不要怕 只要信 今天我们真的也可以 对弟兄姐妹们 对那些在痛苦当中 已经信心已经崩塌了 已经没有盼望了 他不想再活下去了 他已经不想对他的婚姻 再有任何的挣扎了 他不想再去挽救他的婚姻 他没有任何的力量 再去挽回他的工作 挽回他的儿女了 我们能不能勇敢地对他说 不要怕 只要信 耶稣基督一定会帮助你 所以我们今天 我们传信息的人也很重要 传信息的人对艾鲁说 没有用了啦 女儿死了 不要再麻烦耶稣了 我们今天不讲这种话 我们今天仍然对人说 还有机会 还有机会 耶稣对我们说 不要怕 只要信 所以当耶稣到来的时候 耶稣亲密地说 女儿起来吧 这十二岁的少女就复活了 今天或许我们不会经历到 可能一个死人的复活 这么这么大的一个神迹 我们可以经历到一件事情 人在信心崩塌 盼望失去的时候 他可以重新 恢复到对主的信心 神要来医治 神要来恢复 你的婚姻可以被挽回回来的 你的儿女可以被挽回回来的 你的健康可以被挽回回来的 亲爱的家人 不要怕 只要信 让耶稣基督的教导 耶稣基督的赶鬼 耶稣基督的释放 跟耶稣基督的医治 对于我们而言 都是一个试验 试验我们心内如何 你只要存着信心 存着盼望 对主没有疑惑的相信 今天神的大能 就要临到你我的身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